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看相反数 请写出下列各数的相反数 第一个是3 3的相反数 这个3它的符号是正 正3 所以它的相反数就是负3 那三分之一的相反数 就是负的三分之一 那负2的相反数呢 一个负一个就是正 它就是2 那负0.2的相反数 一个负一个就是正 0.2 那再来什么叫做负的负5呢 负的负5的相反数 这个我们特别来说明一下 负的负5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5的相反数是多少呢 5的相反数就是负5 也就是说呢 相反数感觉上呢 就好像是把这个数字呢 前面再加一个负 就会变成相反数 好我们再来看 负5的相反数呢 负5的相反数 就是在负5的前面 再加一个负5 那从刚刚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5的相反数是负5 所以负5的相反数就是5 意思就是说 负5再加一个负号 指的是负5的相反数 是多少呢 就是5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负的负5呢 就是5 所以要算的就是5的相反数 那5的相反数是多少呢 5的相反数就是负5 那这个地方呢 有同学呢 会把它想成是负负得正 你可以这样记 但是呢 它跟负负得正的原理呢 稍微有点不同 你可以这样讲 负负好像正 就是变成抵消了 就是5 5的相反数 它就是负5 所以这一题 负的负5的相反数 是负5 那再来 0的相反数是多少呢 0的相反数就是0